记者张忠义、方志贤高雄报道,高市代理市长许立明今天出席高雄市消防局应用消防总队干部就职典礼,因桃园市静鹏工厂大火死伤惨重,夺走五名消防人员性命,需代理市长律语会全体一消默哀,现场并取消所有欢乐歌舞表演,表达致哀之意。 桃园市静鹏工厂昨夜发生大火酿五名消防员死亡,其中桃园市消防局平阵分队员林卫熙陷入昏迷送医,正在与死神搏斗中林卫熙是高雄岗山人,一家都是消防人员,林副是岗山那一销,林母吴玉梅日前刚接岗山一销傅宣分队长,原本今天要前来参寿政典礼,却因这场意外缺席, 于家人北上探视儿子,这场意销干部就职典礼中午在高雄展览馆举行,内政部长叶俊荣原定南下出席,但因静鹏工厂大火意外而取消,就职典礼中,许立明率消防局长陈红龙及意销总队长陈毅勇全体预会人员, 为桃团大火殉职的消防人员默哀一分钟,一销总队干部就职典礼原本安排锐龙等三个一销傅宣分队上台轮番于兴表演,但因这场意外而全部取消, 现场司仪也要预会一起为桃团大火重伤的高雄子弟林类惜祈福,原本应该欢乐气氛顿俭, 让现场一销也大叹这顿饭真不好吃,许立明也呼吁所有打火弟兄, 就人优先外,务必注意自身安全。 许立明今颁发聘书给新任议销总队总队长陈毅勇及九位副总队长。